旅日好手吳念廷去年離開錢東家 日本職棒西武師 反台加入業餘球隊維持比賽感覺 如今親口證實下一目標前進中職 目前也是留在全院運動這邊保持訓練 然後身體狀況都很健康 然後也很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準備投入這次中職的選秀 中華職棒季中選秀會 六月二十號報名截止 選拔六月二十八號登場 目前六支球隊富邦漢將手握撞圓籤 二三順位分別是台岡熊英及中信兄弟 其中漢將首選內野吳念廷很有機會 還是在等那他們有說內野手 那我本身也是內野手 那就是希望有這個緣分 對啦 就是還是保持好自己的訓練的強度 然後隨時都可以上場比賽 笑說自己只有被挑選的份 但以吳念廷過去經歷的確被視為撞圓熱門 二零一五年加盟西武師 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三球季 日職生涯初賽三百八十二場 打擊率兩成二四 被稱為得點圈之鬼 更是亞運級經典賽中華隊成員 那其實一路走過來就是一直努力 終於可以傳到這件CT的球 去年那兩個比賽真的是 讓自己守候滿大的 然後也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棒球 以大學長身份經驗分享 玉山杯輕棒錦標賽五月底開打 將選出今年U18亞洲杯國手名單 組成最強戰隊把冠軍留在台灣 靜新聞陳新月曾家瑄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